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心里就很难受 特别难受 跟我走吧 我不会给你走的 我们去找个没人的地方 救我们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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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陛下 臣妾请陛下致罪 此为何事啊 是 是臣妾阻止五哥抓杨禅的事情 你那也是为了天庭着想 何罪之友呢 在说杨禅曾用那盏神灯 在御界四重天击退了天兵 就算你们动了手 也未必能抓得住他 说不定还会 陛下盛名 臣妾就是有这个顾虑 才没敢贸然动手 违背了圣意 只是朕有一事不明啊 想请教娘娘 什么 五哥此人非但法力低微 人贫也卑鄙龌 不知娘娘为何要举荐此人 去打探杨检等人的行踪呢 陛下不知道 臣妾正是看中了她的卑鄙之处 一子 卑鄙龌龌之人 做事无所顾忌 定能有意想不到的生活 二子 陛下如果留着卑鄙之人在天界 的确 有损于我天庭的体统 如果她真的做了卑鄙龌龌之事 陛下正好可以将她贬下班去 也是一个以朕视亲 重塑天威的好机会 杨检兄妹法律低微的时候 大金武等人尚无法把他们捉拿归案 如今虽然杨检失去了仇恨的力量 但说不定哪天她又给捡起来 就算打探到了杨检的行踪 朕担心 明枪一朵暗箭难防 只有出其不意 才能铲除杨检兄妹 只是此局不太正大光明啊 只恐怕是 杨检兄妹已经成了天庭的心腹大患 只要不会因此祸及三界 陛下此举定能服众 只是谁能担当此任呢 如今我天庭已无人能抵杨检兄妹 臣妾向陛下推举五人 一定能铲除他们 哪五个人 西方太极大帝手下的五极战神 五极战神 怎么样 你别过来啊 我告诉你我是西海三公主 那我也告诉你 我可是灵霄宝殿镇殿的三首神教 三首神教 不错 我我虽不是龙子无辱 但多少沾点亲戚 你就送了我吧 五哥 我们为什么来这儿啊 神仙应该找不到这个地方 我们以后就在这儿潜心修炼 再也不出去了 我们还是换一个地方吧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杨检 萧天犬还有三首教 他们都知道这个地方 而且他们不愿意原谅你 我怕杨检他 除了三首教 其他人都在治理若水呢 没有个十年八年治理不好 你就放心吧 五哥 你真的愿意为了我不做神仙 我发誓 算了 每天真的应试了 你还得再死一次 你说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啊 那你也相信我 他们很快就能治理好若水 为什么 这我不能说 你说你不告诉我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好吧 反正你也不做神仙了 我就告诉你 因为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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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过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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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啊 你别过来啊 别过来 你别过来啊 别过来 你跑了 三首教 快走 快 我们得救他 我们也不认识他 救命啊 我好想见过 救命啊 见过又怎么样 你别过来啊 我们打不过三首教 回头别让他把你给 赶紧给我走 走 走 五哥 我们要救他 我们就赶不走 五哥 你听我说 这段时间 我跟好人在一起 我觉得他们见到这种事情 不会不管的 寂寞这黑 救命啊 不是 就是禁猪者赤 别争论了 一会儿命都没了 五哥 救命啊 我们把他引开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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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 importante 放开我 有把你 hahah 哈哈哈哈 谢谢你 我们打 我们打 快走 好 金平 快点快点 你应该追不上了吧 谢谢你们啊 我们好像是见过吧 对啊 我觉得你也好眼熟 一身腥味 一身丧 我呢 是西海三公主 我会让我父王报答你们的 不用不用 人家说施恩不图报 对了 你知道杨俭在哪儿吗 你找他干什么 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找他 希望能依靠他的力量把水人送回天上 都有谁啊 杨蝉 哪吒 孝天犬 还有 还有天蓬元帅小金乌和嫦娥 连他们也跟妖孽勾结在一起了 你说什么 我说错了 习惯了 你不用找了 已经有人找到他了 谁啊 嫦娥 她正在广寒宫养伤呢 养好伤就会下来的 太好了 杨姐一定能把水人送回天上 你们去哪儿啊 我们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是妖 想找一个神仙找不到的地方 不如这样吧 你们跟我去西海 我就说你们是我的朋友 天上的神仙是不会找到你们的 五哥 好是好 不过今天天色已晚 我看我们还是找家客栈休息一下 明天再去西海吧 我 我 我 后来 驴都死了 我亲眼看到天兵天将把他们一家全杀死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杨姐和杨禅又活了 哦 哎 一定是天鹏元帅 没有下得了杀手 嗯 崔英姐姐 天色很晚了 我要睡觉了 哎 哎 你别走啊 你跟我一起睡好不好 哎 你再给我讲讲后来怎么样了 啊 嗯 嗯 后来我为了救胡哥 就把玉顶真人和杨姐引到了三手胶洞口 嗯 再后来 三手胶就把杨姐吃进了肚子里 啊 三手胶把杨姐给吃了 你别担心 我们都被吃了 你别哥 嗯 你啊 五哥 五哥 哎 哎 五哥呢 哎 听听 听听 连天鹏 小金雾 嫦娥还有西海三公主 都跟他们搅在一块儿 这成何体统啊 成何体统啊 陛下息怒 息怒 启奏陛下 启奏娘娘 西方南极战神 北极战神在瑶池外后旨 就他们两个啊 回娘娘就他们两个 朕宣的是五级战神 怎么就来了两个呀 陛下息怒 还是先让他们进来吧 好 宣他们进来 遵旨 陛下娘娘有旨 宣南极战神 北极战神进界 西方南极战神 北极战神参见陛下 朕宣的是五级战神 怎么只来了你们两个呀 回陛下 天宫战神 大地战神和人中战神 应攻盖外出 太极大地已遣人去宣 怕陛下等急了 所以 让我二人见了一步 好了 朕命你二人跟随五哥 即刻赶往广寒宫 将那妖孽杨简 就地正法 遵旨 你们二人虽然法力无边 但是可能对对手的情况不是很了解 所以此行 你们一切还是要听五哥的指挥 你们先下去吧 遵旨 五哥 你过来 娘娘 只要能取杨简性命 一切都可相机行事 哎 娘娘 小狐狸还有一个 请求 请求 请求啊 我是说我跟狐媚商量好了 她能一块上天来做神仙吗 骗我 她又骗我 她一定是上天去了 她上天干什么 她 真是上天 到底怎么了 你在天庭帮杨简的事 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那 那我这辈子 算完了 杨简在广寒宫的事 他们一定很快也会知道 怎么办啊 快去广寒宫告诉她 還來得及嗎 北哥請 南地請 還是北哥請 南地請 北哥比南地年長 還是北哥請 沒規矩 南哥北哥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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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刺的 憑什麼呀 娘娘讓你們聽我的 這聽我的呢 來 來 聽我的呢 就得讓我先走 你的傷已經痊癒了嗎 楊潛定會盡力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的 先自保重 保重 我會被人自保重 让杨茧交出来 你还未入神级 我劝你别太张狂 未入神级也比你强吧 你私藏杨茧已经犯下天调 很快 你就不是这广汉宫的公主了 羽帝说的 没有没有 不过快了 玉帝他老人家已经很生你的气了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杨茧在哪儿 杨茧在哪儿 我找到了 老是吧 老男老北 给我审 怎么审 言行逼够 如果他至死不说 就把他的衣服 一件一件一件的全都扒下来 我就不信杨茧他不出现 要去广汉宫 爹 我们要去广汉宫 我早就告诉你不能相信他 你看看你 我就是不明白 他 他到底有什么好 你先别埋怨了 我们就是怕去广寒宫来不及 才来这里找你们商量的 那好 赶紧商量 商量吧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只有我去趟广寒宫就抓二哥 我好像闻到了我主人的味道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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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妹 杨大哥 对不起啊 我 我又出卖你了 什么 这怎么能怪你呢 是我把他在广寒宫的事情 告诉了五哥 杨姐 五哥把你藏在广寒宫的事情 告诉了天庭 想算账 找我好了 二哥 现在最重要的是 先把肉水送回天上去 杨姐 虽然罪不可赦 但三界死时 正需要杨姐的力量 如果把杨姐交给天庭 三界之内将很难找出第二个 能治理凡间水患的人来 你窝藏杨茧的时候 天河若水还没流入凡间呢 本明是巧言令色 来人哪 将嫦娥给我打入 殿下 臣妾有话要说 说 你们都先到瑶池外后旨吧 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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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陛下 自开天闸放弱水以来 天蓬元帅 嫦娥 小金屋 都对陛下扬奉益 为民旅暗里违逆圣上的旨意 是啊 不是连你都背逆朕吗 臣妾请陛下想一想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呢 陛下想过没有 这次杨姐给天庭带来的最大损失是什么 天闸垮了 天霸决堤了 就连朕修建了一半的灵霄宝殿 也都给充没喽 不是这些 这些都很容易修复 只有一样 很难修复 那是什么 三界众生的心 说臣妾斗胆直言 陛下的几次决策 让众仙看到了陛下只顾天庭颜面 而没有把三界众生放在心上 众生离心 只怕三界将永无您日 所以陛下 只有恩威并施 才能使三界心服口服 才能真正保住陛下和天庭的威严 那依娘娘之见 这三界众生的心 该怎么修复呢 若水已经给凡间带来的灾难 陛下应该派出一部分神仙 和嫦娥一起到凡间去拯救生灵 传达出陛下目前 为凡间消除水患的决心 一来 三界无不对陛下顶礼膜拜 二来 消除杨俭兄妹的后顾之忧 让他们义无反顾地 把弱水送回天上来 就这么放过了嫦娥 现在处置嫦娥是不得人心的 等治理了水患以后 随便找个什么理由 就可以把嫦娥处置了 那杨俭兄妹和娥处呢 我听嫦娥说 杨俭兄妹必须亲自 把弱水送回天上来 陛下可以让南极战神和北极战神 埋伏在天闸附近 出息不易 抢走宝莲灯 拿下杨俭 还是娘娘想得周全哪 若水 希望你能为了凡间众生着想 跟我们一起回到天上去吧 快点 给你 爹 到 快点 走 走 热水 回到天上去吧 热水沾上反尖的尘土 比从前沉重了百倍 以你们这点微弱的力量 根本就没有办法送我上天去 微博的力量 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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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那我也不知道 那我刚才不知道吧 要想把热水送上天去 是要有对众生的爱 而你的爱 只是对一个人的承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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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里有爱吗 有 爱可以给你力量 你感受到了没有 没有 怎么会呢 你有爱 为什么没有爱的力量 因为杨简太狭隘 太自私 杨简的爱只是小爱 不是大爱 我后悔当初没有听师父的话 必须要拿着金刚师父去劈开陶山 母亲只是祝福在天归之下 陶山虽然劈开 但是天归还在 没错 如果那时你有了博爱之心 你劈开的将不会是陶山 而是不合理的秩序 那样的话 你的母亲才能得救 只可惜我明白台湾了 母亲死了 我也无法对三界众生产生那么多大的爱 不 你必须要拥有那种力量 必须要对三界众生产生博爱之心 来 再闭上眼睛 感受一下 你的眼前 一片汹涌的波涛 那时落水在坊间奔流 你听见了没有 成千上万的人 人在大水中挣扎 豪叫 在落水中 无数的母亲和孩子 在无助地叫喊着 但是没有人帮他们 这时候 你来了 他们看到了希望 望着这些在痛苦中挣扎的生命 你的眼眶 你的眼眶 超湿了 你的眼神 变得悲悯 你的心 变得无比的柔弱 你的血液里 涌动着一股力量 这股力量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你 你感受到了没有 你的力量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干什么呢 等他力量爆发出来的时候 一定会直冲小岸 惊天地起鬼神 这个动物恐怕保不住了 我们还是找个地方躲起来 以免别乱死砸死 伍伍 还是不行 还好 不不 不好 到底好还是不好 不好 美女 美人 我来了 你的眼气里充满了欲望 不是若谁想熬的 水 你想什么 爱 爱 我有 你没有 你的眼睛里面 只有肮脏的欲望 让人很不舒服 我有欲望 但不肮脏 如果你愿意接受我 我会把我全部的爱都给你 我知道 你在天上寂寞了几万年 没有人注意到你的美 感受你的细腻 从今以后 我会永远相伴在你的身边 朝朝暮暮 来 来吧 美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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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心姐姐 你说杨检是对谁沉落了呢 哼 你一定知道 哼 你又哼 崔心姐姐 没见到杨检的时候 你对她的事情那么感兴趣 为什么一见到她 你却有点 我有点想和她作对呢 因为她是坏人 我以前也以为她是坏人 是五 是五哥说的 可后来我发现 她比我们大家都好 她有什么好啊 她一点都不好 她不好你为什么还缠着我 要我讲她的事情给你听啊 我知道了她的事 好对付她呀 你想怎么对付她啊 一口一口咬死她 你太狠了吧 崔心姐姐 你真狠 太美了 三界内还有如此美貌的女子 我三首神椒这几万年 算是白火了 二十五 二十五 一 二十五 二十五 三十五 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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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水 仙子 发生了什么事 肉水 肉水一旦蔓延开来 就算十个养解养缠 也没用了 周边百渝里的百姓 都躲到山上去了 这样吧 保姆还让我带了一些神仙下来 我让他们立刻散开 把更远一点的人都送到山上去 太好了 三公主 这里只有你能下的了弱水 本帅请你下水救人 我让你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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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却有负于我 没有 你对杨禅动了心 真的没有 我只不过是一见到美女 就控制不了自己 哎 shakes 我真好 嘿 一闻 你以为我愿意上去 他也不要走 啊 我愿意想出什么 Nicholas 哈 這僵道12 你有了他 我告诉你 我套老六 是关键的 狗包的谁 上 你这臂 是 nde DE 都有 让你升起来的没兴 有没了 同学unt 老六 怎么又生气了 说为贵嘛 何必跟他们生气 走走 给我查去 给我查去 你怎么来我府上要饭来了 去去去去 去 来拿走 你要饭又要劲 这是哪 咱们都走了半个月了 这是关江口 打听打听吧 哪里有大山呀 大爷 愿意 不行 咱们得让这里的人 朝山上跑 快跟我们走吧 小区们 快发大水了 快跟我们走吧 发大水了 快发大水了 小区们 赶紧发大水去吧 小兄弟 快跟我们走吧 发大水 发大水了 快 发大水了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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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来来 快跑 到 大家快跑 这座府邸为什么咽不掉 我不想掩讨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充满了情 充满了爱 情 爱 若水 请不要再危害人间了 来 若水 若水 别急 你们看 杨小姐来了 杨小姐来了 慢点 老人家快那边坐 老人家慢点 在这休息会儿吧 杨小姐姐 怎么样了那边 情况很不好 杨小姐 非常感谢您 如果不是您收留我们 我们早被大水给淹没了 谢谢您 热水 你说那盏灯是怎么的事 你好像很怕呢 不是怕 那是为什么 你只要一看见他 立刻就会 你不会理解的 快看 那是谁来了 终于可以摆脱你的控制了 放心吧 若睡 我再也不会回答你的怀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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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不会回答你的怀抱 我再也不会回答你的怀抱 我再也不会回答你的怀抱